是相当著名的观光景点蓝潭水库呢 会有一个音乐喷泉 每天晚上呢有表演四场 不过呢现在传出21号之后就要正式停止 蓝潭的音乐喷泉 它会停止这样的一个表演活动 纯粹是因为我们的水位降低 一旦水位升高到70公尺以上 我们就恢复原来的正常 不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 而停止这样子的活动 透过这个主管机关表示呢 现在呢很多游客呢 以为是因为武汉肺炎为了要防疫 所以把这一个好看的表演给停了下来 但实际上呢 因为入冬之后呢 降雨量并不多 所以呢蓝潭水库的水位呢 已经明显下降 现在呢主管机关是表示说 至少要等到蓝潭水库的这个水位呢 高于70公尺以上 他们才会考虑是不是要恢复 这一个喷泉表演 不过这个喷泉表演呢 因为呢有高达18层楼高 所以呢是相当的壮观美丽 也吸引了不少的观光客 但是呢因为这个水量已经明显减少 所以呢被迫停止